郎平新工作与职位正是明确 球迷最担心的问题终于尘埃落定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来跟球迷详细的聊聊 大家好 我是胡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女排从世界女排联赛 再到东京奥运会 都是没有取得一个满意的成绩 在女排试联赛上还好说 后半场郎平带队力挽狂澜 面对美国巴西等强队 都是取得了胜利 但在奥运会中 连小组都是没能成功出现 这的确是有些说不过去了 奥运过后 郎平也正式离开了中国女排 不再担任主教练的职位 所以根据目前的一些状态 中国女排将存在着两大疑问 首先是未来谁会担任新的主帅 其次郎平离开女排后 未来的去向会是哪 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王宝泉作为全运会女排赛事的 冠军教头 在未来将会是女排新帅的人选之一 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王宝泉大概率会继续续约天津女排 这么一来 他执教中国女排的可能性将大幅度缩小 至于全运会女排的亚军教练蔡斌 针对此问题也已经进行了表态 说想先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显然蔡斌对于这份职业也并无太大的兴趣 不然早就会毛遂自见了 所以很多球迷开始期待狼指导 能否再度重返国家队执教 从郎平的新工作和新职位中能够得出一些消息 就是他重返女排的希望不大 根据媒体的消息 郎平会在10月16日9点至12点 以国际知名教练员的身份去给同学们上课 所以很显然郎平的最新工作是一名授课的教授 在根据郎平课前的个人介绍能够得知 郎平的职位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文化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和研究员 这次明确了郎平未来的工作和职位 球迷们的担心的问题也算是尘埃落定了 球迷们担心的问题也很简单 就是怕郎平在未来会去海外执教 因为郎平在此前的记者采访中就明确过 说在离任女排主帅后就收到过来自海外的一些邀请 但自己都是一一拒绝了 现在来看郎平确实说到做到了 没有接受国外的任何邀请 而是留在国内授课 把经验和教训传授给年轻人 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女排新人才 所以这应该就是郎平离任后的最好归宿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看到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也请您给个点赞和关注 拜拜